没忍住还是再做一期吧 是这样啊 这个铁链女这个事情 想必大家都是知道的 那今天的这个判决下来了 他的那个所谓的丈夫董志民 判刑是9年 然后呢 其他几个人犯的判刑呢 基本分别是这个11年 10年 13年 8年6个月和8年 并处这个罚金 这帮人呢 都表示认罪扶罚啊 又是中国司法界迟来的正义 终于得到了一次再次的伸张吧 再次的伸张 但是呢 为什么我一定要做这期节目呢 是有些话真的是得必须说出来才行 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怎么发生的 大概在22年1月份的时候呢 有位拍这种猎奇视频的这个 up主啊 就去到这个村子里拍了这个 小花梅的生活的这个状况 本来呢 是有点猎奇感的东西 结果呢 发到网上之后呢 引发了这个舆论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深挖这件事情 再后来就是官方的介入 出了几次的文件 说是这个 他是小花梅 然后如果他是什么样的人 是情况是怎么样的 把这事情经过呢 一点一点的给说出来了 那中间呢 还有一些网友的也要 也分别去看望 或者是去深挖这件事情的缘故 那今天的他按是官方的说法 小花梅应该是被卖了三次 我因为我没有办法确认他是不是小花梅 我只是用这个说用官方的这个称呼 先称呼吧 或者我直接叫铁链女可能是好一点 那大家可能听的是更 觉得更符合实际 因为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确认他一定是还是不是小花梅 这个事情我必须要说清楚 那第二个就是说他这个经过呢 第一次是被骗出来 然后呢卖给花五千块钱 卖给了一对一家人家 然后走失了 走失呢 另外一个人贩子 一对人贩子 就又给他卖给了另外一个人贩子 另外一对的人贩子 三千块 到最后呢 这个最后一手的人贩子 把他卖给了董志明 他家人他家里大概是五千块钱卖出去了 就是说他的人生呢 在那个阶段给这个人贩子们一共创造了一万三千元人民币的价值 这就是这件事情基本上这种框架 99年的时候呢 那这个铁链女的第一个孩子出生 然后呢 到一里 从一一年到二零二零年的时间 在这个九年当中 他又生育了七个子女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他被捆在那 他精神上有什么问题 按官方的说法 说法呢 他刚到这个董志明的家里 还能够正常生活 到后来呢 就不能够正常生活 精神上出现了异常 对吧 然后就给他锁在那里了 实际上在这样的 被多次转手买卖的这种情况下 一个人不出现精神异常的可能性 几乎我觉得 个人觉得几乎为零 那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判决有什么问题呢 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判决 是应该这么说吧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告人董志明 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 构成虐待罪 且致小花梅患 精神分裂症不可逆转 具有致被害人重伤的加重情节 然后呢 这是一个 这就算是虐待罪了 构成非法拘禁罪 依法 这个恕罪并罚 这个是一个他的整个的 这个他等于犯了两个罪 第一个是虐待罪 第二个是那个非法拘禁罪 但是你各位你们看到这个判决了吗 他这个判决说的是他妈的 虐待家庭成员 我操你大眼 这个这什么是家庭成员 你如果说你是正儿八经的 甭管你是怎么样啊 这个人是你谈恋爱也好 是相亲也罢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也好 都没关系 她是一个正儿八经 取进门的一个女人 OK 好 你这个叫家庭成员 但是她是一个被买来的人 她不能够算作家庭成员 我操你大眼 知道吗 你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买卖人口 然后搁在这儿拘禁的一个女人 你称之为家庭成员 你如果承认她家庭成员的话 是你作为一个政府 你去背书了这样的一种关系 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法理上的问题 对不对 没问题吧 那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可以让她成为家庭成员呢 你她就是一个被绑架来的 对吧 那这种婚姻当中 除了这个绑架的这个关系之外 不会有其他的关系 她不是她的家庭成员 哪怕她是某种事实上的 她在这块她要生活 她那个生了几个孩子 那个也不能够叫家庭成员 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 这是关于人和畜生之间的一个区别的 就这么明显的一个东西 对吧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去掉之后 你可以发现你少了一个什么罪名呢 少了一个强奸罪 所有的购买这些妇女的 这个买媳妇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 它都一定会有强奸的行为 肯定是违反妇女意志的 那这个罪名在哪里 对吧 那这个罪名难道不应该再判吗 所以说你本身来讲 它首先第一个不应该是家庭成员 对吧 它不是 它可能是虐待罪 但是不是因为它是家庭成员的这种虐待 它就是虐待了一半 虐待了一个跟它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人 对不对 无论它生了多少个孩子或者怎么样 这都不能够承认这是一个家庭 也不能承认这个铁链女是一个家庭成员 这个没毛病 那还少了一个虐待罪 对吧 非法拘禁 这个都是都是罪名 那你看 九年 你扛得住 就九年吗 只能九年吗 网友说的好 生这几个孩子都不止九年 当然了 你也有可能说怀胎十月 是吧 这个八个孩子也就是到八十个月吗 还不到九年 账不是这么算的 真的 账不是这么算的 那他应该来讲 判的应该更重 这是第一件事 必须要骂人的这个事情 第二件事是什么 第二件事是 你只看到了这些直接的加害者 对吧 那那些基层的公务员呢 他们怎么处理他们呢 有没有一个说法 比如说 他是如何去给别人 谁给他做的假证 谁给他做的那些 各种各样的手续 你们进到了这个职责了吗 你们去查证了吗 你们这些人 所有人都知道 你们是不是独职 你们有没有真正的意义上的处理 别说 就是说有什么 我给你降级 我给你警告 这不应该的 这是非常严重的独职的行为 你出去的一个假的证明 怎么样 在中国好多的地方是不拿也当回事 但是实际上而言 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 你作为一个公务员的系统 你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对 你出具了这方面的证明 或者开了这种结婚证 是 首先它没有法律效力 第二 你这是重罪 知道吗 重罪 你说令案处理 我都不说什么 但是你在这里没有任何的体现 你只是把这个东西给说出来了 这个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是什么 第三件事 我们要看到的更多的是后续的抚养的问题 这铁链女 她不太有可能去抚养这些孩子 对吧 她最小一个孩子是2020年出生的 对不对 那谁来抚养 当地政府有没有把这个东西 纳入到她的这个社会抚养计划当中 那她本身 这个铁链女 她现在的生活状态 到底是一什么样子 有没有一个进一步的说明 把这整个东西拍出来 然后让大家看着 说这孩子也得到了 妥善的那个托管 或者怎么样 那这个女士 她也是该怎么去你精神病院疗养也好 甭管是如何如何 那她有一个结果 没看到 几乎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就消失于她后续的这些东西 她本人的影像资料 她的孩子还是怎么样 就消失于大众视野了 她就等于是一个像是不存在一样的一个人 她只是有这么一件事 让大家在这始终漂浮着 对吧 没有任何一家媒体能够进行跟踪性的 这种是深度的报道 当然了 因为中国的媒体已经被深度报道 已经被弄得很惨了 没有办法去做这些事情 可是即使是官媒 中国还是有记者的 他们有愿意去干这事的 对不对 那不让去干 你也不知道是怎么样 你后续抚养能不能解决 你到底是她能够说养了多少岁 还是她是怎么样的处理的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 跟公众业你要有个交代 是不是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是什么 由网友自己去探望 或者是因为探望 她本身 你比如说有一位女性的网友叫乌依 她全面容我有点不太叫乌依 我们都用完叫乌依 她等于是去看望 然后就消失了 她也消失了 对吧 她像一个 也是像一个没存在过的一个 某个影子一样就消失了 那你跟我说她怎么样了 那关注除了关注铁链女 你是要再造成另外一个 由政府来给你 给这个人挂上铁链的铁链女吗 就像那些 因为白纸运动 现在进去的好多人 到现在也是杳无音信 对吧 好几个 都还都是女孩子 那个就是一个政权 一个邪恶政权 所造成的铁链女 跟这样的铁链女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就这么简单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它是一个从上到下的系统性的 在制造铁链女的过程当中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今天跟我说 这个东西 它是这个人一定是小花梅 然后他这个正义得到伸张 哪怕是迟来了这么久 然后再说这个整个的过程 你即使我完全的相信你 这个铁链女就是小花梅 然后他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你要告诉我 我提的这几个问题 你能解决吗 你能解答它吗 对吧 你的量刑 你的这种值 尤其是第一点 你的这种认定 对吧 家庭成员的这种认定 你就是等于是 你从一个政权的角度而言 你是认可这种买卖妇女的行为 它构成了一个正常家庭 我靠你妈 差不多就是这个 忍不住 今天骂人骂多点 哪怕今天因为黄彪 我也得这么说话 我今天忍不了这个事情 太过分了 行 没别的 就这四点 各位 您自己琢磨琢磨 是不是我说有道理 好 各位瞎扯几句 实在是 有口气 憋着 太难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